哈喽大家好,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美军的AGM-158防区外导弹 目前中美军事对峙成为常态 中国大力发展针对美军的东风中程导弹 试图阻止美军介入南海和台海的冲突 但除此之外,真正有威胁的常规武器还比较有限 相反,美军的武器库中却有很多让中国难以应对的装备 其中的AGM-158防区外导弹就是一款利器 与中俄大力发展高超元素武器的方向不同 美国认为隐身武器更重要 因为高超元素武器的雷达反射截面和红外特征都非常明显 在发射初期就很容易被发现 虽然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拦截手段 但在最后攻击阶段,面对强大的电磁干扰和红外线干扰 能否不被干扰还是未知数 而隐身导弹虽然速度相对不快 但如果能在雷达和红外特征方面处理好 很大概率是不会被发现的 可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,实际上更难对付 AGM-158全名是空对地防区外联合导弹 JESAM是一种大型的隐身远程巡航导弹 可在防空区域外发起对地攻击 2009年开始服役 AGM-158的最新型号售价也低于300万美元 不仅美军大量装备,还外交到澳大利亚、芬兰、波兰等国 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台湾也准备引进 AGM-158导弹可以配置在多种战机上 包括F-15E、F-16、F-18、F-35、B-1B、B-2、B-52等等 最初的型号射程370公里 2014年发展出了增程型的AGM-158B 射程增加到了925公里 实际还可以增程超过1000公里 B-1B轰炸机能携带24枚 B-2可以携带16枚 B-52轰炸机可以携带20枚 在2019年的测试中 发射16枚导弹其中15枚命中目标 超过了原先评估标准的75%命中率 虽然AGM-158导弹是氧因素飞行 但因为采用了全面的隐身设计 打击能力极强 AGM-158导弹的隐身设计主要包括 一是大量使用了服务材料 减少雷达反射和红外反射 二是通过系统外形的设计 如弹头设计成菱形 可以有效减少雷达波沿原路返回的能量 还有发动机的进气道也进行了隐身设计 发动机尾喷口采用了遮挡技术 减少了被雷达和红外系统发现的概率 最后就是采用了隐身涂料 AGM-158导弹的雷达截面积 可能在0.01到0.1平方米之间 一般雷达很难探测到 增程型AGM-158B导弹 可以说是美军第二波反击的最佳悬项 如果美军遭到袭击 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发起第一波反击 但不一定足以摧毁对手的防空系统 美军战机发动第二波反击时 仍然可能会面对防空导弹的威胁 AGM-158B导弹 恰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 美军轰炸机甚至无需担心 美军遭受战斗机的可能威胁 在沿海军事基地500公里外 完成攻击后即可返航 4架B-52轰炸机的第一轮攻击 就可以发射80枚导弹 4架B-1B轰炸机一轮 可以至少发射96枚导弹 美军现役的B-1B轰炸机45架 B-52轰炸机74架 当然另外19架B-2隐形轰炸机 可能不会执行此类攻击 而是另外执行纵身的攻击 除轰炸机对导弹基地 机场 港口 军队集结地等目标 进行集中攻击外 美军的F-15 F-16和舰载机 F-18超级大黄蜂 还可以随时出动打击零星和特定目标 如指挥中心 通讯中心 机动性雷达车 导弹发射车等 而且F-35隐形战机 甚至可以进行适当的纵身攻击 美军第一波箭射和潜射战斧巡航导弹后 需要重新补给 而这个时候 美军战斗机几个小时后就可以抵达 展开第二波AGM-158远程导弹攻击 这两波导弹攻击应该超过千枚以上 甚至可以弹瘓沿海的中短程导弹基地 防空设施 还可能弹瘓关键的指挥通信中心 以及损坏海空军基地 中国将无法应对美军的这两波导弹攻击 以及美军战机的连番导弹攻击 很快会丧失沿海的中短程导弹攻击能力 美军驻日本基地可能遭受的威胁 将大幅降低 大批战机战舰可以进驻 为随后的大规模空袭空战 和可能的海战创造条件 AGM-158在发射之前 机翼被折叠以减少尺寸 发射后机翼会自动展开 通过惯性导航和全球定位系统进行制导 最后是以红外寻标器来寻找目标 2018年4月14号 为惩罚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美军两架BEB轰炸机 共发射了19枚AGM-158导弹 摧毁了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研究中心 2019年10月27号 美军使用AGM-158B导弹 袭击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领导人 巴格达迪的隐藏之处 完全移平了其所在的大院 2018年在AGM-158B的基础上 美军又研发测试了AGM-158C 空射型远程反舰导弹 也可以从水面舰艇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 与1977年开始服役的鱼差反舰导弹相比 AGM-158C飞行过程中 以GPS和数据链方式进行修正 具有更先进的末端被动瞄准能力 可以躲避敌防的主动防御系统 BAE系统公司研发的制导系统 最后寻标阶段 以可见光红外制导方式为主 AI智能软件可以自动识别场景和目标匹配 然后发动攻击 这种制导方式不会产生电磁波辐射 降低了被敌方发现的概率 再加上导弹采用雷达隐身外形 从而成为一个相当彪悍的隐身杀手 AGM-158C发射后 先在中等高度向目标飞行 然后下降到低空绿海飞行 以躲避导弹防御系统 导弹最大射程930公里 可以从F-18EF超级大黄蜂 B-1B轰炸机 F-35战机 以及P-8A巡逻机上发射 美军并不满足这样的射程 又推出了后继型号 超级增程型的AGM-158D 射程达到了1900公里 重量约2.3吨 包括新的导弹控制单元 新设计的机翼 不同的涂料 新战斗部和引信 可以攻击水面舰艇的 AGM-158C和D型号的出现 让中国军舰处于尴尬地位 中国军舰本来就缺乏导弹防御能力 防空能力也一般 美军的远程隐身反舰导弹 会让中国军舰防不胜防 美军战机若在中国舰艇雷达范围之外发射导弹 而中国军舰很可能浑然不知 直到被击中可能都没有反应 美军一方面全力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另一方面保有和发展着远程隐身巡航导弹 让自己的攻击能力更全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和转发吧 我们下期再见